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势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方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方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说话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花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有。 五十三点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信誓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食。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